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清扬,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1410集 松明兰也不是傻子 现在被夏小兰拿住短处,她得化解这个僵局 把所有人的钱退回,她自己承担了这次派对的花销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宋明兰认为自己总归是花得起 她来留学,家里是给了一笔钱的,也的确有奖学金 宋明兰是在华国念完的大学,到纽约大学读硕士 奖学金比本科生好深情 宋三小姐的确不烦,三言两语就扭转了劣势 夏小兰不得不给宋明兰点赞 李庸看形势不对也赶紧过来 宋小姐,是个误会 没想到你和夏师妹也认识 韩锦怎么回事 不是说夏小兰家里是干个体经营的吗 又说夏小兰老家在运南农村 除了认识一个家事不错的男朋友,没什么背景 韩锦说的屁话一句都不能信 普通人能认识宋明兰? 宋明兰不想理李庸 但李庸这个人在留学生当中名声太好了 宋明兰不得不多解释几句 李学长,你还是叫我明兰吧 这里没有什么宋小姐 只有受宠若惊,感激大家费心的宋明兰 如果大家真心喜欢我,那就不要让我心怀负担 今晚的花费一定由我承担 就按照这个签到布上的金额,将钱对照着推给大家 至于为什么认识夏小兰 宋明兰提也没提 李庸这些人还没资格让她解释这么细 宋明兰虽然讨厌夏小兰母女 尤其是刘芬 害她表姨圣轩多年的真情落空 但夏小兰怎么说也是上过宋家门的 还被她爷爷单独见过 这群留学生算什么 情报出错,李庸也在挽救局面 既然明兰说了 那还真不能让大家凑派对活动金 我们一起谢谢明兰 李庸带头鼓掌 全场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诶,怎么又省下饭钱了 夏小兰的确很有些极致 刚才宁雪还在想 夏小兰若不想交钱进去 她也打算一起走了 宋明兰觉得其他人不配听解释 宁雪也是差不多的想法 夏小兰好歹算是个有实力的同行对手 这些端着酒杯 听小提琴取的留学生算什么 又没有人学建筑 能聊啥 这一下夏小兰又不走了 因为宋明兰已经邀夏小兰进去坐下 言辞恳切 似乎夏小兰不进去 宋明兰今晚的派对 也开不下去的样子 想走呢 也没办法走 公主殿下太热情了 宁雪根本搞不清公主殿下是谁 虽然她爸也算个国家干部 然而宁雪跟着爷爷宁艳烦的时候多一些 对这些事根本不关注 夏小兰被宋明兰热情地带进去 李庸看韩锦 韩锦咬唇也追了上去 明兰师姐 你怎么认识小兰同学啊 宋明兰拉着夏小兰坐下 今晚不让夏小兰看见派对是她买单 宋明兰是不会放夏小兰走的 韩锦问她 宋明兰也没回答 反问韩锦如何认识夏小兰的 韩锦笑笑 我对象啊和小兰他们老家都在一起 他们村可厉害了 一下考出了两个大学生 当然我对象没小兰厉害 小兰可是考上了华清大学 宋三小姐是不是不知道夏小兰的来历 还是夏小兰那个男朋友 的确家世不凡 甚至和宋家有些关系 韩锦心里也乱糟糟的 一边解释 一边也不忘提醒宋明兰 夏小兰是什么出身 如今又是什么情况 宋明兰比韩锦清楚十倍 哪需要韩锦多话 夏小兰就真是在看猴戏 看宋三小姐生怕她会告状 自己为派对买单 还要拉她当见证 看韩锦态度多变 最开始是夏同学 进化成小兰同学 现在更直接喊小兰 仿佛和她有多熟一般 熟吗 要不是陈庆 她认识韩锦是哪个聪雅 不巧的是 她现在和陈庆也生疏好多 变得不太熟了 韩锦同学对我可真了解 惭愧惭愧 我对韩锦同学却了解不够 韩锦怎么像个没头苍蝇一样 到处和人拉关系 拍她宋明兰的马屁 还同时拍夏小兰的 宋明兰对夏小兰是假热情 真不喜 马上就在心里 对看起来两头讨好的韩锦 打了个叉 贴上马屁鲸的个人标签 宋明兰将韩锦撂到一边 只和夏小兰说话 韩锦待得尴尬 灰溜溜去倒水 其他人也识相散开 宋小姐看起来有话 要和夏小兰说 他们还是不要碍眼了 只剩下夏小兰和宋明兰 在沙发上 宋明兰将她的手丢开 夏小兰 你什么意思 故意来捣乱的 夏小兰忍住笑 一本正经 三小姐 咱们摸着良心说 这事是我能提前安排的吗 你以为我先到纽约 就和这些人熟得很呀 你要怪 也该怪别人 把你圈起来卖门票 关我何事 夏小兰讲得很有道理 宋明兰也烦死了 不会办事的李庸和韩锦等人 但现在 是要封夏小兰的口 只有她能把这事 传回宋家去 有人拿我来开玩笑 我自然会找他们算账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不要多管闲事 让我自己处理 夏小兰终于忍不住笑了 三小姐 我没记错的话 是你拉我进来的 热情地不让我离开 你的事 我是觉得挺搞笑 但你以为 我会去宋家告状吗 你想错了 我又不是宋家的人 为这么点事 惊动宋老吗 宋明兰什么样 还真不关夏小兰的事 宋家人不是好相遇的 夏小兰才不会 替宋家交女儿 宋明兰松了口气 只要你说到做到 我宋明兰就算欠你一回 你放心 我很快就有机会 还上这个人情呢 夏小兰知不知道 周成也在考察团里 宋家和周家没来往 宋明兰也不认识周成 但当初查夏小兰 知道了夏小兰和周成在交往 这次经贸部组织的赴美考察团 宋明兰的父亲宋志成 也是参团的国企领导之一 是他告诉宋明兰 周成是考察团安保队的 周成来了美国 难道会不想和夏小兰见面 考察团是有纪律的 如果夏小兰不多嘴 宋明兰马上愿意还上这个人情 拿这件事来让夏小兰封口 夏小兰很意外 宋明兰说的这样笃定 到底要给她一个什么样的人情呢 这不是从天而降 白捡个人情到手吗 咦 好像还把今晚的饭签上了 宋明兰说了 她请全场留学生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